HELLO 大家好 又到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把所有零件安裝在車架上 首先收拾所有左手邊的螺絲 由最前方的螺絲開始做 螺絲 左边有个字样, 看到这个写着向前, 然后向前就可以了 在這裏有一排洞三個洞 上最後的洞就好了 底板是沒有分左右的 因為它預計的孔讓你可以反轉波箱來安裝 接收完左邊所有螺絲後, 現在就收右邊的螺絲 接收一動所有的螺絲 放鬆第二招靠 也會放在外面的球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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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接着就到电磁板 電磁板有分大小的 因应自己的需要 按一个大的电磁板 或是小的電磁板 接著到防水接收盒 通常防水接收盒 我都不會用 我寧願在接收盒裡做防水 就更加穩妥 接著就安裝波箱 我會在波箱底部 那四顆螺絲位 先開啞啞 到時兌位時 便方便兌 收啞啞啞 到時便會順滑 到時便會順滑 就好了 接著再次 啞啞啞 再次再次 啞啞啞 啞啞啞 可以盡量 接著就到拉桿了 拉桿之前做完 我習慣做完之後 就會分回前後上下轉向 拉桿分好 到時候就不會拌亂 其實收拉桿的次序都是很隨意的 最重要是你收的時候 不要讓其他拉桿頂著就可以了 大約的次序都是 收到前面轉向 接著到前面上拉桿 後面上拉桿 接著前面下拉桿 後面下拉桿 或者有些人就會習慣 收完前面先 接著再收後面 都沒有什麼問題 按照片 轉向推桿應該在細散指櫃上面 如果在下面就要看看究竟是甚麼問題 作詞・編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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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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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